王牌对王牌这个名字真心对得起这个节目 因为不仅搞笑 每一期请来的嘉宾都给观众带来很大的惊喜 这一期不光有27年前新白娘子传奇的演员 还请来娱乐圈中有威望的女神 大姐大刘嘉玲 玉姐明镜 才女寒雪 男生心目中的女神张柏芝 黄胜衣等等 这阵容 哪个女神也不服输啊 尤其是张柏芝 在玩游戏的时候真的太认真 游戏规则是每个嘉宾说出自己做过的一项连任都没有过的事情 如果其他人没做过则放下一根手指 直到十根手指全部放下则淘汰 贾玲放了自己的大招我最高的体重 达到过180多斤 其他人命运输 也不愿和贾玲比这个 毕竟游戏是以开心 玩笑为主 没想到张柏芝在一旁又蹦又跳我达到过 怀孕的时候 怀两次都是这样 就这样 张柏芝赢了一局 韩雪又说我可以秒杀全组男演员 以最快的速度换衣服 不用一分钟 张柏芝在那边又说我都可以 于是节目组给两人准备能移动的换衣间比试 在30秒剩下3秒的时候 张柏芝开了门 而就在30秒还剩下14秒的时候 韩雪开了门 这要比张柏芝快很多啊 而且在接下来换的几套都是韩雪比较快一点 就在张柏芝换导术第二套的时候 第10秒开了门 但张柏芝的手却是在扣子那里 大途可以看得见 这是张柏芝在细扣子 好在她很聪明 又把扣子给解开 这样看上去像是在试衣间系好的扣子 出来才解开的 不过张柏芝的换衣速度也是蛮厉害了 毕竟最后这样难穿的礼服 也在半分钟之内换完了 给女神打扣